19日外媒报道 特斯拉部分股东将马斯克告上法院 认为2016年马斯克向董事会施压 促成与太阳能电池版生产商SolarCity的交易 股东们认为 当时该交易是为了缓解SolarCity的财务危机 对其进行援助 并要求马斯克偿还其因交易获得的特斯拉股票 按现价计算约为130亿美元 周三19日 特斯拉收跌1.1% 成交251.8亿美元 市值降至1万亿美元以下 据悉 当时收购交易以股票形式完成 价值约为26亿美元 此后特斯拉股价上升不少 其实 早前多个工会退休基金 与资产管理人就提出针对特斯拉 在2016年并购SolarCity时 马斯克是否运用个人影响力促成并购 从而获取私利 并导致特斯拉亏损 当时马斯克在特斯拉和SolarCity两家公司 分别持有22%的股票 原告律师认为 马斯克在特斯拉董事会议中 以个人强势领导风格 董事会中独断独行 决定了这次并购案 损害了股东权益 当时马斯克否认这个指控 并表示这起并购案件 完全由特斯拉董事会主导 又指两家公司整合是为了让特斯拉的电池业务 和太阳能结合 打造永续的能源供应 它甚至指 我努力不让自己继续当CEO 但如果我不当 特斯拉就完了 SolarCity成立于2006年 专门从事家用光伏发电项目 主要为太阳能发电系统 提供设计 融资 安装和监控等服务 2012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2020年 特斯拉发布产业链专题报告 称SolarCity是Tesla 能源革命的重要拼图